我們看例子三 他說張三有三個女兒都已經出嫁了 長女每隔三天回家一次 次女每隔四天回家一次 妖女每隔五天回家一次 八月八日父親節三人都剛好回來 問說下一次三人都回來時間是什麼時候 我們就求他的最小公倍數 三四五的最小公倍數是多少 三四五 他的最小公倍數就是 因為這三個都不值 所以五是二十 二十乘以三是六十 六十天以後三人會同時再碰面 我們看 八月他有三十一天 八月八號到九月八號是三十一天 所以到九月七號是三十天 九月是小月 九月的話只有三十天 所以九月七號再到十月七號也有三十天 這樣總共有六十天 所以下一次再碰面是十月七號 再往一趴